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人与人之间比较的关系 无论是哪个层面的关系 朋友、弟兄姊妹、父母和子女、夫妻 除了沟通之外 有很多其他的事 会影响着大家的关系 今年十五章十七节 导出人之间的关系 一个很微妙的地方 吃素菜彼此相爱 强欲吃肥牛彼此相恨 智者洞察到 人之间彼此的关系 很多时是因为物质而改变 一些年轻时候认识的朋友 走在一起 享受的只是一些很基本的事情 不过大家聊得好 大家志趣相投 关系非常融合和谐 大家成功了之后 有很多名与利在中间 有比较、有质道、甚至有仇恨 夫妻情侣都是一样 以前咸与白菜都很好吃 两个人要牵手同行 但大家感情很好 互相依赖 但到某一方可能找到钱 自己事业开始成功了 有些名有些利 可以独立 于是乎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就越来越拉远 有没有想过这些物质的东西 很多时就会影响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东西 很多时是西上的东西 而智者就告诉我们 这是最愚绝的 他说一样东西强于另一样东西 你如果两个人很简单 只是吃齋 但都可以比较伤 还是你有肥牛 皇上才可以吃到的东西 很多有钱 有名 有权 但是朋友 夫妻 都有时做不到 在上帝面前想一想 到底哪一样东西 是更加有价值 更加值得你用心的来追求